I have a Team USA water bottle out here today and a Team USA pin out here today As you all know, we made a decision,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send a diplomatic or official delegation to Beijing Given the PRC's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nd other human rights abuses 秀出东奥美国队的周边商品,白宫发言人萨奇要让国家队选手知道 即使美国因为大陆侵犯人权外交抵制北京东奥 但他们还是隔海替选手加油 北京东奥大陆控制疫情也控制言论 因为疫情北京不需要担心会有现场观众带政治标与突袭抗议 也早早警告外国运动员要遵守奥运会规则 同时要遵守大陆法律 对于人权和民主要不要表态选手陷入两难 就连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给的建议也不一样 东奥开幕式为乌尔族女选手点燃圣火 萨奇表示这是分散外界对种族灭绝的关注 2022年北京成为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和冬季奥运的城市 对内展现防疫有成以及能对抗西方国家的批评 而这民族自豪感和外界看法显然有落差 一场体育盛事大陆国内国外两个世界 TVB的新闻黄松普 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